悟空闹电影细说不胡说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自带慢放镜头的男人 不过这并不是什么超能力 而是一种罕见的病症 主角长妇就不幸的得了这种病 平日里都只能带着墨镜生活 在他眼里所有的动作都会放慢十倍 于是靠着天赋找了一份帮助警察查看监控录像的工作 抓住了不少的罪犯 不过这个病也给他带来过不少的困扰 因为眼睛实在是太好了 大脑跟不上反应的速度 一旦过度运动就会晕倒 刚开始她还会因为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兴奋 但不久就被小伙伴们当成了怪胎 故意给她带上各种物品 只有一个小女孩秀美愿意和她玩 还激发了她画画的天赋 成为了她唯一的朋友 但很快一种奇怪的理论开始传开 跟怪胎玩的人也会变成怪胎 秀美受不了歧视选择离她而去 长妇从此只能和电视机为伴 昏昏噩噩的活着 后来她长大了 爸爸却在此时因为拼命挣钱出了事故 长妇被迫出来做了这份工作 虽然医生告诉她 她的眼睛最终会失明 让她在最后的时光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整天盯着监控录像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或高兴或悲伤 就像是一部无数人参与的大型电视剧 每个人都是主角 每天都在上演着相同或者不同的剧情 她把他们一一画了下来 觉得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开公交车的哥哥每天要拉很多的客人 而晚上却一个人孤独的打着棒球 她便想陪着他 让他不再孤独 小巷中每天起的最早的男孩 要为生计奔波拖车 却很自豪的觉得自己有个虽然生病 但很强悍的老爸 只要自己叫他就一定回信 何必做的同事一直跟他搭讪 渐渐的成了长妇为数不多的珍贵朋友 还有他最最心爱的秀美也回来了 虽然他变了很多 还要还父亲欠下的巨额高利贷 但是他在秋日最温暖的阳光中 带着最灿烂微笑又唱又跳的样子 还是让长妇心动 从此观察秀美成了他每日必做的事情 知道他回家要爬很长的坡道 便细心的为他搬来了旧沙发 看见他忘记带伞 便鼓起勇气去给他送 不过秀美却完全忘记了他 还把他当成了变态 看来自己万年单身狗的体质 是吸引不了秀美了 只能到处咨询撩妹的方法 可是身边的男性都是这样 这样和这样 果然不靠谱 这直接整成了陈奕迅 秀美也是一个直性子 有功夫把泡面放头上 不如直接送我一下 作为宇宙无敌的直男 长妇照做了 秀美也终于被逗笑了 渐渐的两人有了交集 长妇不再指定的监控 而是跑去他要经过的每一条胡同 悉心的记下步手 而秀美也会在镜头下 做出各种可爱的动作给他看 这个吃傻的有点可爱的男人 就这样陷入了爱里 看到他被追债的人堵在路口 便和大叔骑着车赶来救他 勇敢的抓住追债人的手部松开 直到大叔带他已经走远 在灰溜溜的跑开 之后两人一起去森林里散步 秀美说 在落地前捉到就能实现愿望 于是 他就利用自己的动态势力 不停地抓取落下的树叶 让他许愿 听到秀美想去看大海时 他有些犯难 自己是不能开车的 而周围 也都是一些没车的穷鬼 于是便看上了公交车大叔 主动和每天在监控录像里的人相遇 努力地融入其中 他理解他们的孤独与无奈 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终于他们被他打动了 一大波人浩浩荡荡地开着公交车 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刚上高速就被交警拦下 再吵再闹也没有用 虽然无功而返 但是能认识这么多 也是一种幸福啊 秀美的态度渐渐转变 甚至假装消失在镜头下 逼着长腹去找他 他不顾身体狂奔 秀美却摘起了他的墨镜 让他真真切切地看看自己的脸 有了短暂的愉快时光 不久高丽带再次找上门来 把家里砸了个金光 逼他卖房子 长腹想要去帮忙 却因为眼睛变得模糊 无能为力 最终秀美只能卖了房子准备离开 这时却被一个连魂杀人犯盯上 长腹为了救他 不顾一切的骑车去追 视力渐渐消失了 最终还是跑了起来救起了他 但剧情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让人悲伤 凭借着对往日街道的描画 他每天的生活依旧有条部分 这黑暗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他可以凭借记忆画出他的朋友 还开了画展 两人依旧幸福地在一起了 又一部车态闲适的喜剧片 有笑有泪又傻得可爱 满满的童话色调 细腻而浪漫 值得一提的是 影片中还有一组表现盲人视觉的镜头 即便没有眼睛 他也能回想起曾经的美好 十分的新奇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